我的夫君为了飞升 杀气正道 一剑把我捅了个对穿 大火里那个红衣修士眉目如画 淡淡地说 我不过是他的情节而已 笑死 谁不是呢 再见时 他身旁跟着角色清美 我身旁搂着清俊少年 嗯 还不止一个 谁叫我们何欢东最是多情呢 男人而已 有的是 全文45分钟已完结 正文开始嘞 想要三连嘞 荣华是突然顿悟的 飞升的雷杰一道 就把我和他的小家批的粉碎 大火蔓延 火光中的修士 却如同折仙一般 红衣如火 我被困在大火里 浑身滚烫 求生的本能 让我忍不住朝着他伸出手 看着他朝我走来 十眼中满是喜意 荣华 话还没说完 一把长剑贯穿我的心口 我怎么也没想到 满怀西记救我的人 却变成了杀我的人 我感觉浑身都在痛 满腔困惑的怒火 却只挤出几个字 为何 他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下一刻毫不犹豫地 将剑拔了出来 淡淡地开口 你不过是我度的一道情节而已 说吧 毫不犹豫地夺门而出 大火蔓延 我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忍不住大喊 你倒是把门留下呀 我叫月音 和欢宗大弟子 修炼了宗门秘法 和欢宝典 预练子宫 必先自宫 阿布 禁狱 所以我不能在飞升之前放浪行骸 以至于每次看到师弟师妹们 道理满天飞 我都只能暗暗打气 练包会有的 男人也会有的 终于 我到了最后时刻 只需要度过情节 就可以飞升 因为从未吃过爱情的苦 我忍不住摩拳擦掌 花了大价钱 才买通管事仙长 他才稍微透露 我的情节道理是 修仙界第一美男荣华仙君 我才彻底放心 于是在凡界 我和荣华做了一对 寻常青梅竹马 也算和和美美 就是穷了点 尤其是荣华飞升 还把门给带走了之后 更穷了 这场大火烧了很久 我没死 完全是因为我并非凡人 但爬出来的时候 荣华你果然不适合过日子 我拍了他屁股站了起来 突然想起成亲时 他掀开我的红盖头 看着羞涩有些忐忑的我 嘴角含笑 满是温柔 月音 这辈子我定不赴你 我们那时并没有前世的记忆 却是这辈子的青梅竹马 我叫哼了一声 谁知道你说话做得做不得数 要是骗我怎么办 他宠溺地抱住我 温柔又郑重地说 娘子是我求了十多年才求来的妻 我如何舍得赴你 日后我定会买一座大宅子 努力科考 让娘子做告命夫人 真的 荣华绝不骗娘子 也断不会做那副新人 然后他就在当天晚上 把我捅了被穿 记忆回笼 我走到小镇上 镇子里人来人往 早已闹翻了天 哎呦呦 万剑宗荣华仙君正式飞升 成为名副其实的仙君了 听说这位可是狠得狠 修了无情道 杜卿皆是杀妻正道了 不愧是无情道 连多年相容以沫的妻子 都能下得了手 走远点 说话的人看见我的脸 嫌弃的大骂 我并未言语 只是听着方才的话 突然笑出声了 都是骗人的 臭乞丐 嘀咕什么呢 还不快滚 背后的人还在骂 我退掉了刚买的门 也是全都烧美了 买一个门又有什么用呢 该回去了 我的心中最后一次 只骨消散 天边的云层散开 一道道雷朝着我劈过来 道道要人信命 我在雷电之中 舔了舔唇 劈吧劈吧 劈完老娘就可以开婚了 荣华 那就是一个年轻时 犯的微不足道的 一点小错误而已 秦爱 何欢宗弟子 最不缺的便是爱 我飞升会宗门的时候 闹出了很大动静 倒不是因为多天赋一饼 主要是何欢宗 就喜欢花里胡哨的排场 所以经常闹出大动静 师尊和师弟师妹们 一水的俊男美女 看着从传送门里 爬出来的 我顶着爆炸头 满脸无奇麻黑 吐出一口气都是黑的 带着酥酥麻麻的电力 爱徒 你这是师尊欲言又止 先别说话 我白手 先给我来十个美男 妈爷 开婚了开婚了 啊哈哈 美男快到我的怀里来 师尊 这么多你折腾得住吗 我赞同得点了点头 先垫不垫不呗 明日再证实浪 师尊 宗门众人 都说乐极生悲 我到底还是没能如愿 因为我脸上的伤太严重 师尊只治好了大半 留下昨脸眼睛的那块 猙獰的疤痕 需要慢慢温养 原本普通的烧伤 是为难不了 我这种非生的仙君的 可奈何我才伤没多久 就被劈得彻底 伤口处满是非生残余泪 在还没好之前 男人是想都不要想的 干 早知道当初就不贪图美色了 谁知道龙华玩得这么变态 居然杀气正道 再次知道龙华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忽悠一个 刚出宗门的小剑修 给我看看掌文算命 实则是想成绩占点便宜 小剑修出来炸道 哪里知道外面的人心险恶 更没有师兄师姐提前提醒他 男孩子出去要注意安全 如今红着脸 别扭地朝我伸出手 眼看我就要得逞 突然后背被人拍了一下 我那风流踢躺的二师弟 喝了一大口水大声道 师姐 听说万剑宗星飞生的仙君出事了 我没好气地拍开他的手 可小剑修剑有人来 又把手收回去了 心里不禁觉得可惜 语气越发不好 出事了就出事了呗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当初我杜劫时 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自然也没人知道 我便是龙华的杜劫对象 再加上 虽然在凡间青梅竹马十多年 但他却在新婚当晚 一剑把我捅了得对穿 以至于我是半分没占到便宜 如今还是个素食主义者 这样算算 荣华他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呢 还打咬到我炮小剑修 我的心情瞬间变得不美丽了 还真跟我们有点关系 二师弟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 听说那荣华仙君度情节时 杀气正道 原本是非生成功了的 偏偏不久便生了魔杖 更疯了似的 要去找他的凡间妻子 都烧成灰了 还找个屁 我头都没抬 细细摆弄着手指 是啊 师姐你怎么知道 那凡人被烧成灰了 不该问的别问 继续说 哦哦哦 荣华仙君找不到那凡人 便撕破戒 去了名府望穿寻人 被冥望一郎头给打晕了 哦 干得漂亮 现在万剑宗也没有办法 若是一直放任荣华仙君 迟早要凉凉 故而听闻我们和欢宗 对寻找道理有些办法 便递了情帖来 而师尊忙着和新道理夯实感情 便派你我去了 我张了张嘴 不在意的点头 也行吧 不过荣华找我干嘛 莫非是突然发现 凡间的我有异常 心中有疑惑 我是个顺其自然的人 既然师尊下令 我去救世了 左右我脸上还未好 不如趁这个机会 多多认识美男 将来总会用得上的 想到这儿 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正准备拉着师弟走时 身后的小剑修突然开口 你们是说荣华仙君吗 我回头 小剑修耳间立刻红了 有些不自在的开口 那是我徒孙 我和师弟 哦 半秒后 嗯 我十六岁就飞生了 师父一直让我待在洞府里 我就待了三百年 小剑修 或者说锦乌诚恳地开口 既然已经飞生 为何还不准你出去 要将你关起来 我不解 对面的人嗡了一声 后来我才知道 他三百年前就生死盗销 忘记叫我出来了 我 万剑宗怎么会有这么的奇葩 还有十六岁就飞生 你确定你不是天道的私生子 直到现在的宗主视察洞府 才发现我 他让我下山转转 我便下来了 按照辈分 我的确是荣华的师祖 景乌眉眼认真 现在他出事 我便和你们一起回去吧 他的表情很纯粹 眼里没有半分杂质 没见一颗红质 更衬得他圣洁高滑 就 挺好看的 何欢宗的人对好看的修士 向来没有抵抗力 我和二师弟最是正直 所以我们坚持了两秒 双双狠狠地点了点头 云周上 我懒懒地晒着太阳 身边的小剑修 最后在我的点头下 小口小口地吃 乖巧的 不像是个几百岁的仙君 不过也对 他十六岁之前一直修炼 飞升后又被关了三百年 和孩子没什么区别 我心里想着 云周已经落地 万剑宗是修仙界的第一大宗 人才积极 天才辈出 偌大的仙山上 遇见飞行者数不胜数 我心里大定 溃叹男人 好多男人 妈呀 这里简直就是 何欢弟子的天堂好罚 我当初到底是缺了哪根筋 才去修炼和欢宝典 亏大发了 招待的长老迎了上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外宗之人 我左看右看 朝着俊男美女 最多的那一堆扎过去 各位道友 这是干嘛呀 回答我的是 领头的修士 一身轻衣 长发竖冠 扑面而来的阳刚 啊不 正气凛然 荣华仙君突生魔杖 我们都是受邀前来 提出魔杖的 他这一说我才发现 来的多是一修佛修 我呕了一声 恼了恼耳朵 好像有点严重呢 听说荣华仙君 对那凡人妻子 变得越加癫狂 人间名府 皆为寻得伴侣魂魄 唯一剩的 就是当初 飞声时戴着的门 可不是嘛 听说现在抱着门睡呢 这是什么说法 或许 这能感受到爱人气息 我 别太荒谬 一想到荣华那张 神圣不可侵犯的脸 抱着一扇大门睡的样子 简直不要太鬼畜 倒是轻衣难休 温和地看向我 道友的脸 可需要帮忙 因为左脸的烧伤 我戴着遮住左眼的面具 虽不吓人 倒也瞩目 我没拒绝 看着他的脸 毫不犹豫 好呀好呀 荣华什么的 抛之脑后 可就在 我准备要说什么时 不远处传来一声喧闹 荣华仙君来了 也不知那凡人妻子 到底是何种角色 让这位也栽了 人群渐渐让开一条道 只见一身白衣的仙君 缓缓走了出来 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气质依旧高滑 就是看到他 我的心口就隐隐作痛 物理那种 而他的身后 一位角色仙子 离他极为亲近 看起来关系不简单 周围很安静 我跟所有看客一样 百无聊赖的看过去 这见原本有些微米的荣华 突然感觉到什么似的 猛然抬头 几乎锐利的看向我的方向 我的呼吸一簇 四目相对 略音 荣华的声音都在发抖 再加上憔悴的脸色 瞧着倒像是柔弱不能自理 荣华 我的声音也跟着颤抖 眼睛却诚实地 披向边上的角色仙子 秦真义切地上前 和荣华擦肩而过 握住仙子的小手 这就是妹妹吧 荣华 角色仙子脸上仿佛裂胎 原本带着的几分敌意 如今怒也不是笑也不是 看起来有点扭曲 他定定地抽开我的手 肯定地开口 你一定很容易爱上别人吧 我深情款款 怎么说 宝宝 不怪我呀 果然长得好看的 都一起玩 虽然荣华不是个东西 但是没你有什么错呢 姐姐我可以 角色仙子几乎咬牙切齿 清冷的声音 带着几分嘶哑 因为老子是男人啊 吓 我立马倒退了三里 一时间最后一点不解散开 我就说嘛 我虽然不是什么角色大美人 但也算秀色可参 荣华怎么会油烟不尽 原来是性别顿上啊 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仙子 啊不 仙男仿佛看穿我的所想一般 脸色阴沉 隐隐带着几分杀意 我立马缩了缩脑袋 坚决开口 没有 你最好没有 他哼了一声 威胁之意尽在其中 原本以为的美女姐姐 变成了火药桶 我的心情也是不美妙的 恰逢这时有人扯了扯我的衣袖 下意识的回头 便看见一张帅气逼人的菩萨脸 怎么了 小剑修虽然比我大得一二三百岁 但因为涉事未深 我总下意识地 把她当成宗理的那些新收的小师弟看待 过而声音也轻柔了一些 吃完了 景乌慢吞吞地回答 礼貌又客气 怎么看都像朵纯津无瑕的白莲花呀 妈呀 这是谁家的小可爱 我见色妄义的脑子 瞬间就把什么前任和仙男抛之脑后 立刻将剩下的糕点拿了出来 眼睛血亮 死性不改 我这儿还有 要我喂你吃吗 景乌 耳尖红了 呵 不远处传来一声吃笑 我仿若未闻 何欢宗嘛 好色是天经地义呀 荣华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情节呀 仙男语气讥讽 话音落下 周围的八卦之魂 瞬间熊熊燃烧 四遍八方的目光 盯得我头皮发麻 荣华看了一眼 我被景乌抓住的衣角 问月音 他是谁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 这话语气极为不对劲 怎么了这孩子 自驾师祖都忘记了 我暗叹万剑宗 是半点都不懂尊师重道啊 便拍了他小剑修的肩膀 责备又恨铁不成钢的 看着荣华 傻孩子 这是你祖宗啊 荣华 景乌文言也认真的看向荣华 目光之中硬生生挤出一点慈爱 孙子 你好啊 荣华 得泪 一场好好的心欢旧爱修罗场 变成了父爱满满的认亲现场 按理说 景乌是万剑宗宗主的师叔 自然是荣华的师祖 说是祖宗也不见远 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宗主算是荣华爸爸嘛 不过景乌这身孙子 却能让人瞬间破防 旁人都不一定受得了 更何况清冷孤傲的荣华仙君 事宜 我也是头一次 见到荣华那张脸上出现的脾气 不禁微微一愣 原来 真的入了魔杖了呀 还好万剑宗宗主来得及时 看见荣华的模样 直接将人绑了起来带走 师姐 贝雷的外交里嫩的二师弟 朝我竖起大拇指 怪不得你能当大师姐 之前大家还不服 说你是只敢说不敢做的耸包呢 我高贵冷艳 滚 总不能告诉他 传言都是假的 我这个传说中的道理 根本没和荣华干过啥吧 不过那荣华真不是个东西 我就说你非生的时候 怎么这么狼狈 干 当我们何欢宗好欺负师公 二师弟撸起袖子 何欢宗最是护短 他拍了拍胸膛 师姐放心 一会儿他 若是和你说了什么 你只管叫一声 师弟立马前来护驾 我懒得理他的蠢样子 没过一会儿 紧闭的门变开了 宗主一脸复杂的精准定位到我 缓缓的道 还请小友进去 与本道图一续吧 我语气淡然 好啊 却听见身旁响起声音 我与你一起去吧 不禁有些惊讶侧头 见景物不好意思的压低声音解释 图孙有些不对 我怕他伤到你 我忍不住对他科普 整个万件宗里最大 你想要去何须问我 我不过是个客人 不好 景物摇头 非礼物听 若你不愿 我便不能强人所难 说吧侧头又认真地看着我 所以 我能一起去吗 我的心快了半拍 仿佛什么一闪而过 只觉脸上有些热 别过脸 走了进去 还不跟上 才走到屋子里 我便一顿 无他 因为这间屋子和凡间时 我与荣华成亲的屋子一模一样 几乎是严谨的一比一还原 这让我忍不住朝着门 瞥了好几眼 莫非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大门 月音 荣华见我目光灼灼 去见他床边坐着一个白衣仙子 我差点以为认错人 因为这仙子 和我刚才认错的男仙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这位体型娇小而已 你先见到我 眼中带着几分警惕 声音轻柔 荣华哥哥 他便是姐姐吗 是 荣华嘴角露出一抹笑 亲怨 这位是月音 月音 这位是亲怨 他只是我的妹妹 说吧 他的笑容突然一致 看着慢吞吞走到我身边的景物 眼中闪过不悦 他怎么也在 说到底 他怎么也不相信 眼前的看起来比他还小些的少年 亲愿听的 景物便听不得 好似景物是什么怪物似的 想到这儿我眼皮都不带抬一下 一把拉过少年 无所谓的开口 这么巧啊 这位是景物 他只是我的弟弟 你应该不会介意多一个人吧 月音 荣华皱起眉头 这是他生气的表现 以往他这副模样 我都会被他寻 这次也不例外 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 你这是故意气我吗 当初那件事我不对 我去茅屋找你 可那里已经是一片灰烬了 我 他眼中闪过懊悔和痛处 师尊说你已经不在人世 我不信 我便去了明府 可我到底没找到你 好在你回来了便好 月音 我会补偿你的 你在这里住下吧 荣华哥哥 情愿文言不赞同地叫了一声 我倒是听愣住 不确定地问 然后呢 荣华茫然 然后什么 我被气笑了 感情 这次是把我当傻叉是吧 虽说当初他杀气正道 度了非生情节 但那也是我的情节 命中注定有此一件 捅就捅了呗 要是能一不登天成审 他再多同几件 我也乐意 可是不在意 不代表不计较 他要是真的 把我当傻子的话 那我也不困了 十多年的感情不是假的 但凡是个有血有肉的 都会疼 荣华这话说是补偿 语气倒像是施舍一般 不对 施舍乞丐多少还得个馒头 这次这话 根本把巴掌都扇在我脸上了 他甚至还没弄清楚我的身份 以为我还是个凡人 得了机缘 才千辛万苦地来找他的 于他而言 对我这样的施舍 便是天大的恩赐了 我凉凉地笑了 荣华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你就把别人当傻子 万剑宗的几件破房子 也配 外面的花花世界如此迷人 他到底是有多脑残 才会觉得 我能因为他放弃整片森林 略阴 你 荣华震惊看着我 伴上说不出话来 倒是一旁的清愿仙子皱眉头 不赞同地扫了我眼 姐姐 你不过是个凡人 凡人能成为荣华哥哥的情节 那便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气 如今你能让荣华哥哥 甘愿为你去名府抢人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安心住在这 能伴在荣华哥哥身边一辈子 已经是天大的福泽了 那这福气给你你要吗 我发了个白眼 我并非那个意思 姐姐你别误会 只是我说的也是为你好 清愿被我吓了一跳 眼中瞬间喊泪 若是平时 我定然怜香惜玉 可我实在欣赏不了 这么一张漂亮的皮囊 索性敲起二郎腿 撑了下巴观望 若是真的想要补偿我 你们万剑宗的弟子便不错 哥哥身强体壮 也不比荣华差嘛 尤其是你们的小师祖 我心甚悦 再不计方才那是你的哥哥吧 要不把他敌给我 这事便算了了 这怎么行 清愿几乎立刻否决 张红着脸 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你 你怎么如此不知廉耻 那没怎么办 我勾起嘴角 手边有人抓紧我的衣袖 我就是个坏女人呀 够了 荣华的声音轻了 他阴沉的扫过我 月音 你变了 他满是不解又失望的看着我 这里不比凡间 月音 收一收你的脾气 方才的话我倒没听过 乖乖留在我身边 我不怪你 还有 给清愿道歉 你说什么 我怀疑我唤听 冷笑道 荣华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我相识十八载 你对我最是熟人 你莫非不知 我最是不会低头的人 新婚业被你一剑刺的半死 这还不够 你还想再同几刀是吧 我并非你想的那样 月音 我是真的心愿你 我会娶你 但是清愿 方才也是为了你好 你得向他道歉 我站了起来 什么狗屁话听不下去了 我刚才是吃了响 才在这浪费这么多时间 抬头居高临下的 看着荣华 吃笑一声 你算了什么东西 一个连是非都分不清的猪脑子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堂堂的荣华仙君 和旁人不清不楚 优柔寡断推托责任 其实拿着到最后 成仙都需要捅自己媳妇一件才成 没用的玩意儿 你哪来的自信认为 我会嫁给一个耸包 我自问不是闹事的人 万事糊涂点便过去了 对所谓杀妻正道不做评价 到底给大家留个颜面 但是荣华都不要脸 我干嘛惯着 说完还不觉得解气 指着两人道 你如今青梅在侧 是向我炫耀吗 可笑 我原因最不缺的就是男人 说爸爸扯我袖子的某十足 往怀里一拉 这还不够 我的男人 怎么能少于两个 立马张开另外一边臂膀 气沉丹田大喊一声 八戒 来了 早就在外面等候多时的二师弟 夺门而入 杀气腾腾 看见屋内场景 瞬间明白了什么 连忙把我那多灾多难的门放下 气势一变 像是眉骨头一般 靠在我肩上 看着对面的两人 挤出几分羞涩 翘起的兰花纸 尽显如柳之姿 羞 羞死人了 对面的两人当场愣住 还别说 颈悟一张菩萨脸 世间角色 我们何欢宗的弟子 更是个个不俗 二师弟虽然跳脱点 却也是一副朝气的少年模样 怎么都不会差的 荣华不是有小青梅吗 那我多几个竹马天将 没毛病吧 你 你们 荣华脸色瞬间白了 气息不稳 仿佛随时都能绝过去 不知羞耻 我却懒着两个美男 笑得真心实意 不比仙君敢做不敢当 心里有人还认妹妹 今日我来便是想要与仙君摊牌 过去那不过是一段 露水情缘罢了 仙君不必记挂 说来好笑 若不是仙君将是闹大我 都快忘了 我还有这一段情缘了 我不信 荣华怒道 眼中的脾气越加浓郁 月音 你是爱我的 又非如此 你如何会和我成亲 你是怨我 方才为清怨抱平对不对 月音 你别让我生气 过来 他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朝着我伸出手 我找了你那么多久 上穷地落下黄泉 荣华哥哥 清怨仙子闻言心疼地叫一声 荣华恍若未闻 他是真的怕了 因为我是真的不在乎 我面色不变 淡淡地开口 是吗 他眼中浮现欣喜 自然 月音我是真的心愿你 他哑住了 因为我摘下了左眼的面具 猙獰的烧伤 看起来格外的突兀可步 清怨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 若是内向的女子 定然觉得羞愧难堪 无地自容 可我却没什么感觉 摸了摸脸上还没好的伤疤 动静闹得有点大 外面的人走了进来 看见我的脸时 结实一愣 怎么会 清怨地搁搁皱眉 我没理他 扫了荣华一眼 认真的问 可我怎么觉得我的脸这么疼呢 荣华 你看我这脸 被打得够响吗 没给荣华说话的机会 我拉着二师弟和景乌 头也不回地离开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 总是要撕破脸 才能解决问题 我本来还想随便说说 看开变好了 给彼此留点余地不好吗 八戒 啊不 二师弟对我这种 毫不犹豫打脸的行为 格外地表示很爽 心智勃勃地表示 下回用的着他他一定的 我头疼得让他滚 他立马滚蛋 毕竟万剑宗不仅美男不少 美女也不俗 能按带住到现在才麻溜出去 已经算是难得一见了 待见人没了踪影 我才松开景物的手 拍了拍他的肩 走吧 这位小师祖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去哪儿 今日心情不错 请你吃饭 还是不了吧 他挠的挠头 我斜眼看他 怎么 要为你徒孙打抱不平啊 不不不 他着急地摇头 抬头对上我的目光 快速地在我脸上的疤痕处扫过 自己脸却红了 支支吾吾片刻 才道 要不你去我那处坐坐吧 或 我一愣 也支支吾吾 这不太好吧 发展太快了 你洞府在哪个方向 要不咱们还是遇见吧 听见我答应了 这位小师祖完全没发现 自己已然如同近老窝的羔羊 眼睛亮亮的 好呀 我就知道 我还是有些魅力在身上的 虽然脸上的伤疤跟手工纱似的 但这好像并不妨碍 一个眼狗的色皮行为 啥也不能做 光看着也是高兴的呀 我心安理得的 坐在景物的配件上 常见遇风而行 低头便能把万剑宗收入眼底 心想着小剑修开窍真快 然后就看见剑身落地 一个朴实无华山洞落入眼帘 里面的陈设极为简单 一张石床 一张桌子 甚至连椅子都没有 我不禁觉得好笑 小仙君 你莫不是准备让我坐你床上 话说的梦浪 我不太在意 主要是对面的 也不会听出第二层言语的意思来 再加上荣华的是 让我心里有些不痛快 也就不客气的侧躺在石床上 撑着下巴 盯着对面忙里忙外的人 景物文言 瞧见我含笑的目光 不好意思的道 招待不周 说罢席地盘坐在地上 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石旧 乾坤代理的药材 跟大杂会似的往里道 吭哧吭哧的倒了起来 我危证 明知故问 这是作甚 要 景物倒的卖力 安抚的看向我 你再等等 再等等就不疼了 啊不是 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何欢宗待久了 我果然不正经啊 不过我还是好意提醒 这伤上染了飞声雷 得慢慢调养 你的药是不管用的 的确如此 他并没有灰心 笑着道 不过涂上至少不会疼了 你方才不是说疼的吗 他应当是听到了 我和荣华的气话 我摆了摆手 那不过是特意说 给荣华那口东西听了罢了 虽然他算不上什么玩意儿 不过现在心里多半不好受 他不好受 我自然要往上面撒点盐 那月音音当是心胸 极为疏祸的人 你看人真准 景物倒着药 没听出我语气中的自嘲 若是旁人 定然是不死不休 你并未伤他 不过是趁口蛇之快而已 便是我 我也做不到 他这话让我有些意外 至少一直以来 景物都是一副傻白甜的模样 我叹道 你们万剑宗不是最流行 修无情道的吗 怎么也不替你徒孙辩解辩解 无情道极致 看着万物众生平等 却不代表是非不分 世间万物能活着便有诸多不易 修道正应抱有敬畏之心 杀人渡劫 生活仗是应当的 月音不必为此愧疚 景物想要安慰我 我没说话 他就继续说着 眼睛看着我如同圣母下凡 却不知自己那张菩萨脸 没眼含笑的模样 在旁人眼里 才是真的悲悯神仙 月音是个好人 便是遇上我也愿意为我算命 赠我已吃食 我无以回报 这要是师尊教我的 月音这样的人 不该受皮肉之苦 比旁人多活了三百岁的人 却如同畅畅茂茹的少年一般 我的眼睛眯起 眼中闪过一丝灰暗 有些干涉的舔了舔唇 你说的对 我真是个大好人 不过这个报答可不够 换一个少年抬眸 认真的问 那月音想要如何报答 我闭开那双眼睛 压下心中的造诣 翻身平躺在石床上 并说 我并没告诉他 我根本没愧疚 更不是什么大好人 不死不休算什么 方才说的那些话 足以让魔障越近越深 缠入骨髓 流入血脉 拔不掉 洗不尽 景乌不愧是小天使 要是真的管用 上巴被瘟养着 原本微微的刺疼也消失了 而知道万剑宗消息的师尊 也终于想起他还有个大徒弟 百忙之中 从众多美男之中 抽身给我传了一道音 简单粗暴的 写着几个大字 干得漂亮 不愧是当宗主的人啊 格局就是不一样 我躺在石床 百无聊赖的感叹 听说这几日 荣华魔障献得越发深了 他那个小青梅 哭得眼睛红肿 给心疼坏了 隔着老远都能听得见 骂人的声音 仙子风度当然无存 其他人倒是想要 把我请出去看看 可惜我待在他们 祖师的洞府愣是没出去过 谁也没敢去出眉头 毕竟他们这位师祖 虽然看上去单纯 却也不傻 容忍外人无故 进入自己的地盘 数楼数时间 魔障应该进入得差不多了 我心情不错的 拉着看话本的某师祖 准备出去转转 没想到才到洞口边界 便看见了一出好戏 哥 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 荣华哥哥现在危在旦夕 难道你真的愿意 看见他这么一个 风光纪月的人 因为一个和欢宗的女子 大道工厨吗 清愿恨恨的开口 对面和他长得 几乎一模一样的 可不就是仙男吗 据说两人是一对双生子 身负凤凰一族的血脉 天之胶子 仙男脸色臭臭的 显然是被硬拉过来的 粗里粗气的开口 我若是事先知道 他的情节是杀气正道 当初我便不会一起前去 自己修炼不成就杀女人 亏我以前还以为 他真是个人物 说罢气急的 看着自己的妹妹 还有你 当初是你说的 他情跟深重 被情节使乱中气 没想到你居然骗我 害我错怪他人 丢尽脸面 我说的难道有错吗 荣华哥哥对他那么好 居然还想要娶他 他受了一件 有什么不值的 我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是何欢宗的弟子 如今也跟他飞升了 这样看来 便宜都被他占尽了 清愿越说越气 仿佛自己亏大了似的 拉着自家哥哥 我不想和你吵 哥 荣华哥哥现在等不了 偏大人躲在师祖的地界 师祖不让任何人进去 爷爷和师祖师父的救食 你去说说 师祖定然会答应你进去的 那倒不用了 你可以找我呀 我探出头 笑嘻嘻地看着两人 两人皆是一愣 没想到我偷听得如此坦然 倒是清愿最先回过神来 看着我身边的景乌 气势矮了一大截 两人都是万贱宗弟子 纵然不愿 却还是得规规矩矩地 向景乌行了礼 待战直时 清愿终于忍不住了 冲我讥讽道 没想到月音仙君隐藏得这么好 害得荣华哥哥好苦啊 我打了个哈欠 杜劫而已 谁也记不得前程救世 何谈隐藏 荣华苦 我就活该被赐呗 我看不然 何欢宗的人 能做出这样的事也不意外 清愿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左右是你对不起荣华哥哥 现在荣华哥哥 因为你越加受魔障所困 我再不解决 荣华哥哥极有可能成为惰仙 你必须负责 他说的理所当然 但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吧 清愿不明所以 何欢宗大弟子月音 怎么了 既然知道 我抬起手 一股威压直直 让清愿的脸色 瞬间难看了起来 原本笔直的身影 双腿隐隐弯曲 那为什么不叫仙君 威压越胜 清愿咬牙 近乎屈辱地死死盯着我 就在快要跪下时 突然一松 道友海涵 舍妹无意冒犯 还望往开一面 仙男拱手 态度倒是变了不少 见我没说话 对清愿喝道 还不快走 后者气急跺脚 却也无能为力 不甘心地看向我 你到底要如何 才能去见荣华哥哥 我都觉得好笑了 见个屁啊 就算是见也不该是你来请啊 你还不够格呢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我本来就是个坏佩子 所以我不介意恶心恶心她 清愿仙子 我事才说过 我真的想要补偿我 多的是办法 荣华什么的 在我这儿已经不知道了 清愿仿佛想到什么 脸气的战红 何欢宗的妖女 说罢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留下剩下的三人 景屋从我身后 困惑低难 补偿吗 她的声音很轻 仙男并未注意到 她直愣愣地朝着我拱手弯腰 语气有些别扭 但日说的话是因我了解不深 望下她言 是本君不对 说着 手中拿出一个乾坤袋 这是本君那些心意 里面有灵草五十盒 云石三千 她还没说完 我就白手 我瞧着像是差钱的人吗 她怪异地扫了我一眼 把剩下的话说完 最新的仙界未婚仙君手册一本 乾坤袋入手 我笑容可居 仙君客气 清院仙子的哥哥清无仙君 早早飞升仙君的天之骄子 一身暴脾气 出了名的打架狂魔 凡间沿河的地方都有她的妙 因为她力大无穷 有历史就下不少洪涝下的百姓 今日看来 人长得好看 也能屈能伸 知错就改 要不是有个糟心妹妹 堪称完美 既然如此 我就不便打扰了 清无看见 我就浑身别扭 巴不得立马走 我和蔼可亲地摸着乾坤袋 再见 前者毫不犹豫地摇头 应当不会再有见面之时了 说完一六烟 不见踪影 可惜话不能说得太满 因为当天晚上 她便被绑到我的床上了 始作俑者 甚至贴心地拉开了她的衣衫 结实的胸膛若隐若现 我 哇 身后的景物惊讶打亮 眼睛一亮 这一幕我见过 我人都麻了 这句话简直比眼前的场景 更加让我心情复杂 只觉得额头上轻轻抱起 你从哪看到的 是哪个王八糕子 连景物都敢染指 把三好青年交坏了好吧 简直就是畜生啊 景物抱着长剑 目光清澈 是你乾坤代理的画册里呀 我还记得 这招叫做霸王硬上 我脸红得无地自容 我是王八糕子 求你别说了 无他 要脸 我怎么忘了 乾坤代理还放在何欢宗 统一发放的各种涂色画本 该死 被绑在床上被遗忘 修奋欲死的青乌 忍不住为自己发声 嗯 这是还要从今日说起 这次出了景物的地盘 完全是因为 我俩把我搜集来的吃食都啃完了 连看了几天的画本也腻了 这种吃了 睡睡了吃的生活 瞬间让人感觉到了 做神仙的枯燥 昏昏欲睡间 我只觉得头突然好痒 不好 要长脑子了 电光石火之间 我终于想起我 好像还是何欢宗的弟子 干 好不容易来了 万剑宗怎么能丢下一堆 貌美的小哥哥小姐姐 虚度光阴 一时间我只觉得肩头好重 瞬间扛起来 两宗建立身后情义的桥梁呢 所以我便和景物一道出来 把万剑宗逛了个遍 最后撞到了某个被女兄们围着 混得风生水起的二师弟 连住处也被拉着到万剑宗的客房了 然而一开门 便是如此炸裂的场面 着实把我雷得不清 我划开捆住青屋的捆先生 嘖嘖称奇 你和你妹妹一定不是亲生的对吧 可恶 青屋怒喝 却依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眼中的怒火几乎化为实质 估计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妹妹居然这个丧心病狂 为了一个男人 居然如此折辱自己的哥哥 看到这一幕 我更加佩服青苑这个恋爱脑 简直绝了 想得还挺周到 给自己亲哥的下药 他是真的爱荣华入骨啊 这么喜欢让人大肚 果然刀不是刺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疼 要是他自己也被刺一下 不知道会不会和现在一样 为爱奉献 青屋先君好好休息吧 我们先告退了 我同情地离开 贴心地为他关上门 保住了青屋先君最后一丝针槽 欲把青屋抬出去的警屋皱眉 他在这儿你睡何处 我勾起笑 眨把眼睛 这不还有你的屋子吗 后者耳间熟忍地红了起来 定定地点了点头保证 月音放心 我会为你守夜的 绝对不会让一个人踏入一步 我 月音怎么了 景屋察觉我脸色不对 我咬牙 没事 末了又叫了一声 景屋 月音 我最恨你像木头一样 呜呜呜 我简直就是自作自受 万剑宗没让我失望 我和景屋才走到院子里 就看见刚刚落地的万剑宗宗主 他须发近白 朝景屋行了一礼才看向我 声音慈祥 却不容拒绝 小友不妨与我走一趟 我早已等候多时 勾起笑 求之不得 还是当初那座别院 熟悉的陈设 让我回忆起过去十几年的记忆 就连荣华也躺在那里 身上多饿几分脾气 紧皱眉头深睡 我眼中若无其事的围观 惋惜地对万剑宗宗主道 可惜啊 荣华先君怎会如此 实在是可惜 万剑宗宗主脸上的和善 差点维持不住 善善地道 小友在荣华心中举足轻重 无情道道心出现裂痕 和欢宗公法的确了得 三句话 各说各的 却句句几乎把都怪我砸在我脸上 可惜我并不是很想听懂 露出了真诚的笑 多谢前辈夸赞 晚辈也觉得宗门公法很好 万剑宗宗主一叶 脸上浮现一丝怒气 荣华是他的爱徒 也是最有天赋的弟子 如今变成这样 心里不知有多不敢 他想说什么 没出生的景乌就已经开口 与他无关 他根本从未飞升成功罢了 怎么可能 万剑宗宗主反驳 荣华度过雷劫 甚至还如此决绝 怎么可能没有飞升成功 景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菩萨脸上突然多了一丝 上位者的审视 你为何会认为 天道会允许一个连妻子 都杀了人飞升 万剑宗宗主眼神躲闪 自古杀妻正道 是最高阶的飞升形式 对无情道更甚 也对 连妻子都杀了人 难道还不够无情吗 景乌不与他争辩 自己思索便知道绝无可能 飞升者便是个闲散仙君 都需要做到不给生灵添乱子 大多数都需要守一方安定 连枕边人都下得去守的人 那太可怕了 对生灵来说 只能是一场灾难 天道不傻 不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万剑宗宗主仿佛明白什么 沉淫了片刻 叹息道 如此说来 是荣华时运不计 与小友无关 不过魔杖不除 荣华便危在旦夕 这魔杖与小友息息相关 老朽希望请小友相助 破开魔杖 我乐了 前辈不会也觉得 我是个不计前程的大好人吧 万剑宗宗主摇头 竖起一根手指 事成之后 小友可向万剑宗提一个条件 只要不违背原则 万剑宗在所不辞 我眯起眼睛 前辈看人真准 我的确记性不好 还乐于助人 条件倒不必了 只要事成之后 前辈允许我向万剑宗 拿走一样东西变成 不过身外之物罢了 小友要拿便拿就是 万剑宗宗主松一口气 不在意的道 至于怎么破除魔杖 倒不需要我担心 万剑宗自己就有一座如意塔 塔中最是磨练意志 也危险重重 只需要登上最上一层 便可以得到相应的提示 消除修饰心中的魔杖 他自然地将井屋搭进去 保龙华平安 万剑宗年纪最小的飞升仙君 实力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 至于井屋会不会拒绝 他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时间定在第二日 我听完淡淡地扫了万剑宗宗主一眼 眯起眼睛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什么 井屋 走了 我留给了他一个背影 身后的井屋也看了他一眼 出来实不解的道 略因为何不高兴 是不愿去塔中吗 若是不愿便不去 你不去 我也不去 他说着 想到高兴的地方 你不是说要去凡间吗 明日我们便能出发 能省下一日的路程 我一顿 原来他没反对 只是因为我在其中 我回头看向他 你不去 不怕万剑宗宗主拿身份压你吗 可我不是他的师叔吗 井屋理所当然 他应该听我的才对 怎可以下饭上 那徒孙是自食因果 又与我合肝 我张了张口 没忍住捏了捏那张脸 手感好的没话说 滴滴道 到底是养于你多年的宗门 该还清了还清 这样我才好怪炮 第二日 我不仅不慢地 拉着井屋到了院子里 昏睡的荣华 一关整齐地清醒了起来 看见我便死死盯着 偏执的模样 丝毫不像是非生的仙君 意料之中的是 他身边依旧跟着那位 言语绿人宽以待己的小青梅 看见我 恨意倒是实实在在的 我太喜欢这种 看不惯我 又杀不掉我的样子了 小友 这次就拜托了 进入塔前 万剑宗宗主殷切地对我道 我知道 他这是告诫 因为我答应过他 要帮荣华破开心魔 他不放心 昨晚还让我立了誓言 笑死 这个誓言永远不会反噬我 因为我一定会帮荣华破除魔障 我转身第一个进入塔中 井屋紧跟其后 眼前一花 并看见一片混沌 月音 荣华高兴地朝我走来 我便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露出一个礼貌 而不是疏离的微笑 仙君 我不过是贵宗请来 替你破除魔障的罢了 啊 对 荣华一愣 又立刻喜道 等破了魔障 我们便成亲 月音 我这几日 时时刻刻都在想你 是我对不住你 我以后会加倍对你好的 荣华哥哥 秦苑的声音落寞又伤心 荣华顿了顿 我心里慢慢地数到了三 荣华便忍不住开口 月音 秦苑有些害怕 他胆子小 我去看看他 我们会成亲的 说完 转身朝秦苑走去 声音放柔 怎么了 是不是这里太黑 吓到你了 秦苑看向我的眼里 带着得意 眼角硬颈的 留下一滴泪 不是的 秦苑只是太担心 荣华哥哥了 荣华哥哥放心 秦苑会保护你的 月音 景物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我摇头 内心毫无波澜 我没事 你怕黑吗 不怕 景物立马问 月音怕吗 我朝着他笑 我怕 混沌之中空间广阔 细微的声音 都能听得见 那头安慰小青梅的 荣华身影遮着 一只温热的手握住我 常年练剑 指腹之间还带着薄薄的剪 景物也笑了 温和的安抚道 那月音抓紧我 不怕 好 真是 毫不犹豫呢 如意塔中的确危险重重 无处不在的妖兽 甚至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难怪万剑宗有这种东西 却不轻易使用 想来就是万剑宗宗主 亲自进来护法 也不一定全须全意的出去 更别说到最高一层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 景物的真实实力 这个看起来年轻的少年朗 在凡间遇到时 我还以为是哪家 处处茅庐的小剑修 单纯又好骗 但现在 他看着扑天带地袭来的妖兽 只是抬起手 利落的拔剑 菩萨面上浮现上位者的威严 四面八方的灵气 就如同任主之物一般朝着他涌来 巨大的灵气包裹着剑身 再斩下去后瞬间炸开 方圆所剑之地 妖兽瞬间化为血雾 这就是万剑宗最年轻飞升的剑修 他飞升甚至连雷劫都没有 真正的天之骄子 与之相比 还拿着把剑将亲院护在身后 一脸狼狈的荣华 就如同质子一般脆弱可笑 他死死地看着半空中的景物 无数的情绪闪过 却被我扣住肩头 他恍若梦醒 茫然地看向我 走吧 上面便是顶层 上去便能消除你的魔杖 对 他收回目光 只要魔杖一消除 飞升止日可待 我不置可否 荣华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最先踏上了顶层 而我就要踏入时 亲院突然拦住我 狠狠地道 我警告你 荣华哥哥是我的 他之所以要娶你 完全是因为身禅魔杖 受你蛊惑 等他恢复原来的模样 你什么都不是 你最好乖乖地帮荣华哥哥 记住你立下的誓言 不要消想不属于你的东西 我推开他的手 笑得猖狂 可是怎么办 你的荣华哥哥 现在眼里就只有我一个呢 留下一脸便秘的亲院 我心情书唱了不少 月音 景乌 我挑眉 景乌朝我招手 我找了你好久 我发现他们了 你快来 他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我一刀捅进他的心脏 语气温和 乖 他从不会走在我前面 下辈子注意点 景乌化为一片片碎片 消散在我眼前 身后传来一声温和的呼唤 月音 我有些恍惚 周围的场景一再变换 瞬间柳暗花明 只见不远处的葡萄架下 荣华拿着书卷 眉目间结实温柔 浅浅地看着我 快来尝尝吧 利益子高 我眼前一亮 跑上前果然还是温热的 却第一眼注意到 他沾了你的鞋 心疼道 下山的路下雨天湿滑 你一个读书人 走那么远做什么 以后可别做这种傻事了 月音的是 如何是傻事 荣华摇头 月音是天上的月亮 要什么都不过分 我只恨自己 不能早点科举 不能早点取月音为妻 月音是这世上 最好的人 我有些不好意思 快别说了 被人听见笑话我 怎么会 月音是我求了十多年 才求得了妻子 我疼爱还来不及 怎么能让你被旁人笑话 我也笑道 是啊 我也想不明白 为何你能让我成为 所有人的笑柄 莫非这十多年 都是假的吗 话音落地 原本温馨的氛围 瞬间变得阴冷可不 我一刀 劈向眼前的人 荣华拔剑接住 眼中的温柔化为乌有 只剩下满满的不甘和偏执 为什么 为什么你能看得出来 你变心了对不对 月音 你明天爱的该是我 你是不是看见 那个景物比我强 所以你变心了 你放心 等我飞升 我只会比他强 月音你会后悔的 嘿 我冷笑和他交缠 他渐渐要人性命 我自然不会留守 就你也配合他比 你变身和狗比 那都是辱墨狗了 变身狗都知道从一而终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管不住自己的三心二意 荣华的呼吸急促 眼中的杀气见增 月音 你不听话了 你怎么可以变心 我是男人 谁不是三妻四妾呢 你应该学会顺从 月音 我是爱你的呀 我抬起手 巨大的灵气球 砸在他的身上 冷吃 放肆 怎么说 我也是正正经经 飞升的仙君 他一个半途崩瘦的堕仙 要是我打不过 就是天大的笑话 荣华被砸倒 平躺在地上 我几乎下一刻 就半跪在他的身上 膝盖发力 死死把他控制住 他越加的疯魔 越阴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 我是真的爱你的呀 如若不然 我如何会绊倒崩瘦 陷入魔障 不能自拔 我如何会拖着重伤之躯 去明府寻你不得 你为何不信我 你为何变心 他的一字一句如同利刃 不断地敲打 质问着我的内心 我掐住他的脖子 语气前所未有的冷 你说这些 是为了骗我 还是骗你自己 这情节你立了18年 我也立了18年 18年里 便是阿猫阿狗 也有些勤奋 你若真的爱我 又如何会为了 飞升一箭杀我还不够 还要将我留在火堆之中 烧成灰烬 得了吧 别说什么 为了我才生了魔障 成仙者没有一颗向善之心 杀多少都是白费 或许你真的爱我 但你更想要飞升 你在飞升和我之中 把我做一颗舍弃的那个 却又在飞升失败之后 接受不了自己一个 也捞不着 所以你才想要把我找回来 你若真的爱我 方才又如何会对我起了杀心 我拔起他的剑 看着他疯狂的目光 剑气割碎了我的面具 露出左眼争鸣的伤疤 声音微言而冷酷 如一塔之幻境 静静扣问其心 井无掌尼科 纯善心肠 无欲无求 对生灵抱以悲悯 天道没什么可问他的 所以他没有雷结 我修多情道 多情道陷无情局 却能拿得起放得下 所以我飞升成功了 你呢 荣华 你修的明明是无情道 本该平等是世间生灵 为何最后连是非也分不清 他被我问得心慌 仿佛回归了一丝清明 看着我手中的剑 连忙道 月音 你答应过我师尊 帮我破魔杖 你不能杀我 我举起了剑 嘴角勾起一抹笑 自然 我说话算话 看着寒光的宝剑 毫不犹豫地贯穿荣华的心口 和当初赐我的位置一模一样 荣华吐出一口鲜血 他的心口处 早已流向身体深处的魔杖 朝着心口的位置奔涌 又被利剑割裂消散 月音 荣华逼换 他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下一刻毫不犹豫地将剑拔了出来 淡淡地开口 你不过是我度的一道情节而已 此间景应当时情 还真是因果报应 魔杖消失 幻境消散 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周围满是骷髅 皆是失败之人的骸骨 荣华哥哥 亲愿看见荣华满身是血大叫 对着我大吼 一滚开 离荣华哥哥远一点 我充耳未闻 月音 景物快速地来到我的面前 半跪在地 一双眼睛正正地看着我的脸 修长了指尖 不敢碰猙獰的疤痕 只有原人不断地灵气注入温养 一定很疼吧 我有些力竭地 用头抵在他的胸口 实在没什么力气 耳边传来清澈的声音 语气困惑 可是明明是你受伤 为什么我也难受 好像受伤的是我 月音 我是不是生病了 塔中传来轰咙的响声 是飞声雷结 是谁的 不言而喻 清愿破涕微笑 荣华哥哥 荣华哥哥的魔杖消失了 魔杖消失 那便是抓住了天道给的第二次机会 我让景物扶着我离开 看着高兴的清愿 自己也高兴地笑了 听说第二次的飞声雷结 比第一次痛上百倍 清愿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雷电之中的荣华 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嘶吼 仿佛困兽到了绝境之地 这种痛苦 如同抽筋拔骨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你等等 你把荣华哥哥怎么了 清愿慌了 我没理他 景物已经带着我出塔 看着塔外一脸狂喜的万剑宗宗主 笑道 希望宗主能信守自己的诺言 无妨 只要荣华魔杖消了 万剑宗的东西 你拿便是 他根本没在意 我眼睛眯起 被景物背了起来 他的声音很轻 你现在很难受 少言 不有什么想要的 我替你取 不用了 我已经拿到了 我对他们说 而塔内 荣华依旧在嘶吼 最后甚至只能说是惨叫 修仙界第一美男 风光济月的荣华仙君 如今狼狈的如同死狗 好疼哪 真的好疼 他大吼着 荣华哥哥 清愿感谢地缩在角落 颤抖地看着对面的人 太痛了 真的太痛了 这种感觉像是在刀尖上行走 又像是在烈火中焚烧 没有尽头 生不如死 要是能减轻这种痛苦的话 哪怕是用他的一切交换都可以 或许 真的有办法 修仙界千万年绵延不息 无数修道者为飞声 也摸索到不少的捷径 比如偷量换柱 比如杀妻正道 可是哪来的妻呢 不 不用真的服妻 只要是欣悦她的 她也有些欣悦她的 荣华哥哥 清愿的声音都在颤抖 因为她看见 她心心念念的荣华哥哥 朝着她走来 看着她的眼神如同恶鬼 手中举起长剑 声音残酷又温柔 怨怨 你不是说过 能对我刺一剑 助我飞声 是八辈子的福气吗 修仙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谁也没想到 前段日子风头无两的荣华仙君 如今又独领风骚 又上演了一遍极地飞声 又做了一次杀妻正道 然后又都失败了 人本众望所归的天才 最后却落得个 永远止步于飞声之下的地位 这比被杀了还难受 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不过 听说她的情节是何欢宗的月音仙君 月音仙君不是飞声了吗 怎么又被杀了一次 错了 这次杀的是她青梅竹马的小师妹 凤凰一族残存血脉之一 也就是青乌仙君的妹妹清愿仙子 听说一件捅得彻底 青乌仙君赶到时就一口气吊着了 真狠心啊 这都下得去手 怪不得最近凤凰一族到处在找灵药 不知就回来了没有 小道消息 人士就回来了 但是秀为大损 道心崩裂 生不如死啊 我靠在客栈床边 听了楼下大声的八卦 还别说 反正消息还挺灵通的吗 那你们还听说了万剑宗的一件大事了吗 楼下又响起声音 是丢了什么东西吧 我听闻万剑宗的弟子到处都在找 嘿 不是东西 是人 什么人 万剑宗的师祖 最年轻的飞声仙君 真正的仙君第一人 紧慕仙君啊 不是 有人不明白 这么厉害 怎么还能自己走丢不是 自然不能 这不被人拐走了吗 谁 何欢宗的大弟子 月音仙君啊 楼下齐刷刷响起 意味不明的八卦之声 月音 门被打开了 进来的少年穿了一身轻衣 手里抱着石旧 吭哧吭哧的倒药时尤其认真 他朝我走来道 这回你可不能再跑了 乖乖敷好药就不疼了 我找了你好久 你怎么知道我躲在这儿的 对面是小官二楼 月音 警乌拿起药 认真的掰正我的脸 与他对视 先看看我要上药 我勾起嘴角 警乌 嗯 他歪头看向我 你比他们都好看 我看着对面耳间浮起的一抹红 自得的扯了扯嘴角 下一秒附上来的 要疼的我自压咧嘴 警乌翻外 被狮子提醒要下山看看后 我时隔315年来到凡间 自一岁时 我便被狮尊说为徒弟 我对外面的世界直至甚少 狮尊并非严厉的人 他只是想让我学会自保的能力 在下山历练 故而我也常常看凡间的影像 有食不果腹的乞丐 卖身脏腹的孤女 也有繁华闹事的大盗 万人的命是命 一人的命也是命 从无轻重之分 我记住了 他便让我待在洞府中好好修炼 过些时日会来找我 这一等就是三百年 我很听话 16岁就飞升成功 可惜再次知道师尊的消息时 他已经生死报销了 听说是寿静语化 太过突然 都没来得及与我道别 我去了宗寺 给他上了三炷香 带着剑下山了 凡间很好 很热闹 我有点容不进去 不知该怎么让自己也变得热闹 这让我有些慌乱 就在这时 我看见有人朝我走来 他一身凌罗裙 腰间挂着香囊作配 漂亮的玉石 随着他的步伐晃动 手腕很细 细到上面的三个细细的银着 仿佛随时都能掉下来 他穿得很热闹 我有些局促 我感觉他是向我走来的 我嘴笨 不知道说什么 他却朝我伸出手 这是谁家的小剑修 瞧着好面扇 要不给道友看看掌纹 算算命好不好 算命吗 我看着那双眼睛 下意识地伸出手去 他的眼神好奇怪 就在我快碰到他的手那一刻 却被一位少年打断了 我猛地收回手 不懂自己为何不由自主地伸手 他们说话并未避开我 我听到了万剑宗 好像聊到了我的徒孙 还有 他叫月鹰 我听了他们说完 鼓起勇气开口 我想回万剑宗 我想再去看看世尊 我想和他们一起去 我知道他是徒孙的情节了 徒孙杀气正道 被狮子绑去之后 周围的目光都怪异地看向他 他却仿佛什么也没感觉一样 拿着糕点问我要不要吃 他可以喂我 他真是个好人 可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 他们不知道他早已成为先君 以为他不过是个凡人 他来到这儿大难不死 是福气 他能活着被徒孙见到 是福气 就连他当初被徒孙一箭刺去 烈火焚烧 也是福气 可 这并不是福气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遭受无望之灾 这很苦 伤口也会很疼 能给一个陌生人吃糕点 能在路上救助百姓的人 不该受这些苦 这不是福气 这是晦气 我有些怕他会被这些人骗到 真的以为是福气 但是我嘴笨 不知道怎么辩解 所以我只能小心地问他 我可以保护他 能不能带上我一起进去 要是在里面谁逼他承认的话 我是说不赢的 但是我能打负他们 不让他吃亏 好在他说话好厉害 我看见那些人的脸都黑了 可我还是不能让他吃亏 他脸上的伤一定很疼 我把他腰进我的洞府 好多人来找他 连失职都来了 但是不怕 我全都震飞出去了 深夜里我看着他给我的画本 他什么时看看我 又看看头顶的月亮 问 景物 你可有想过 你日后要去哪 我一愣 摇头 他皱起眉头 纠结 你不会要待在万剑宗一辈子吧 不 我肯定的开口 万剑宗已经没有我等的人了 现在的万剑宗 我并不喜欢 如果不是月亮 我不会回来 我张了张口 想说 要不我跟着你走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 只要你不嫌我烦 他笑了 那要不你随我去凡间吧 我们和你试制玩个小游戏 我高兴地抓紧衣角 强迫自己冷静地问 什么游戏 他眨巴着眼睛 捉迷藏 但还不急 等等我 等我做完最后一件事再去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什么是 话到嘴边去变成 我愿意 他去见了诗职 我不明白 为何他要帮他的情节消除魔障 没错 现在我已经不想承认 这种人是我的头孙了 月音说 我这个想法很正常 因为要脸 而且他答应的条件很奇怪 他要拿走万剑宗的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可以问我啊 我全都知道 诗职不知道的 我也知道 可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 他只对我和尸职说 东西他已经拿到了 凡间的日子很热闹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的热闹带上我 月音成为仙君之后 也接管了一方地狱的因缘红线 我不太懂 因为我飞升后 谁也没有让我做过什么 倒是月音指着院子里的老弱病残 或是野兽说 你见一个就一个 天道再派任务的话 他就是惨无人道的肩上了 那我这样 是不是给你惹了麻烦 我有些担心 他却摇了摇头 你知道什么该救什么不该救 这很好 只是我没想到 你这么的大杀气 居然是用来救人的 而且就算你就错了又怎么样呢 人都拐了我自作自受 认灾呗 我点了点头 哦 江楚好的药推到他面前 月音 你服药吧 他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还发现了月音的一些小习惯 比如他喜欢看长得好看的人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喜欢听旁人说话 嗯 吵架 所以他很喜欢自己拍音乐这份差事 永远有听不完的假 但是 我每次看见他看别人的时候 我都不喜欢 这样不好 我告诉自己 我并不能管月音看谁 那是他的自由 他只看着我 只对着我 对我就吓得阿婆们笑话我 他们说 小狼君 你这是有喜欢的人了 是谁家的姑娘 可要快些争取 不然可就被人抢走了 我反驳 他不会被抢走的 有我在 谁敢抢劫 我揍他 阿婆们笑得和善 小狼君不知 这个抢可不是抢名字一般 抢的是如小狼君对姑娘的那颗心一样 若是被抢走了 那姑娘心里 就如同小狼君想他一般 日日想着旁的小狼君 到那个时候 你可就抢不回来咯 我愣住原地 突然有什么毛色顿开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我仿佛知道了答案 我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 找到懒懒的 已在我坐的竹榻上的他 他见我立马用袖子捂住眼睛 艳艳的红线 与他白玉般的手臂交织在一起 他说 祖宗 我不治了 太疼了 算我求你 我不涂药 若行 我刚说完 立马想到正事 对他道 我知道你从万剑宗带走的东西是什么了 他一愣 放下袖子 露出一双明媚的眼睛 慵懒地看着我 笑眯眯的道 是什么呢 万剑宗最年轻飞升的仙君 位高权重的小师祖 还是修仙界真正的天之骄子 不 不是 他问 那是什么 我几乎肯定地开口 斩钉截铁 是我的心 他拿走了我的心 这不公平 我走上前 他笑意不变 那怎么样才公平 我也要 要什么 你的 我也要你的心 不然我这里就是空落落的 他撑了下巴 认真的沉吟了一会儿 似乎真的有在思考我的要求 莫了苦恼笑道 那可怎么办啊 我的早就已经被你偷走了呀